随喜 随喜就是当我们见到或听到 关于任何善行时 心中自然产生快乐与欢喜 所以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 我们可以随喜了 每个寺庙的办法会 水路 梁黄 超路 读诵经典 一听到就随喜 所以有时候我会把杂志打开 一一随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每个人修行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人喜欢四念处 那个人喜欢拜禅 这个人喜欢灌顶 阿弥陀佛 都好 至少对你而言帮助很大 如果你去批评他 不懂得水洗 你自己就很障碍 你将来还度不了对方 有些人说那个道场不好不好 我说你这样讲不慈悲 因为你将来就度不了他 他真的有不好 我们放在心里 替他承受 但我还是要随喜他好的那一部分 我一定要跟他结个缘 因为你要普度众生 难道他不度吗 你要想清楚 所以佛教我们只随喜 他的恶业我承受 他的功德我随喜 那你内心也快乐 不要抱怨 你要是不随喜 你就是要抱怨 哎呀 那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要去看太多了 但是别人讲你不好 你就瀑布条 自己不能跟人家讲 但是喜欢讲别人 那你不好 特别各位嘴巴在念经的人 不能讲到坏话 我师父讲了 嘴巴不要吃大便 我永远记住 嘴巴不要吃大便 你把别人的缺点讲出来 你就要吃大便 你念出来的佛都有大便的味道 那你要讲讲不完 这个世界五卓二世 谁没缺点 道场都有缺点 但是不要去强调他 弥补他可以了 但是他正面了我们随喜 我们法言是盖得好不好 好 就好了 对不对 清不清净 清净 那个道场真好 你们还不来 奇怪 哎呀清净啊 出家多好啊 随时还可以下山去立 回山上就清净 下山就度众神 对不对 都好 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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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